最近,女星张小斐的最新杂志大片曝光,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 从杂志中可以看到,张小斐身着黑白条纹运动内衣,搭配灰色运动短裤和黑色外套,留着波浪卷发,显得整个人优雅知性,气质高雅。 下面一组图片中,张小斐穿着V领针织衫,露出迷人的锁骨和细腰,搭配宽松的西装裤,时尚大方,魅力十足。 张小斐出道多年却一直不温不火,虽然出演了很多小品,却也只能混个脸熟。 去年贾琳首次作为导演,打算拍摄电影《你好,李宦英》,各地请了当时还不算出名的张小斐搭档扮演女一号。 电影播出时广受好评,贾琳越成为票房最高的女导演,而张小斐则凭借精湛的演技,激身一线女星。 但是前不久,有网友爆料称,某女星突然起意,抢别人场地进行拍摄,导致原本的剧组损失惨重。 该网友称,该明星临时来拍摄,导致全剧组停工了四个小时。 原本是该场地本来是被一个学生剧组借用了,但是女明星突然来拍摄,导致该剧组损失了两三万。 虽然看似不多,但是对于学生来说,却是一笔大数目。 从曝光的视频画面中看,该明星一头长发,身着白色婚纱,从身高和体型上来看,神似张小斐。 之后该明星也没有站出来回应,是不是张小斐也未可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